店員還在準備滷味食材 外頭突然傳出一陣巨響 咚咚咚咚 灰塵刺散 大小石塊噴得到處都是 女店員嚇得伸手遮住臉 急忙跑出去看 這景象觸目驚心 磁磚從天而降 招牌扭曲變形 飛成石塊撒滿地 要是砸到人怎麼辦 看現場最弱的石塊 最大塊的我目測 這應該有30x30那麼大塊吧 對啊 然後那厚度 厚度應該10公分有了 那一定會砸死人 還好當下剛好都沒有人經過 巷口拉起封鎖線 地面滿滿都是石塊 仔細看原來是高樓掉落磁磚 工人貨報也到場搶修 狀況發生在下午3點多 台北市林森北路這棟大樓 大片磁磚疑似是從6樓住處外崩落 遠景到場擺放三角椎 掛上警示牌 提醒路人注意安全 工作人員隨即站在機具上頭 切割鬆脫招牌 將危險物品一一撤下 道路管理員說 後續將會架設臨時棚 避免又有東西砸下來 磁磚掉下來 結果我一看的時候不是磁磚好像一搶 一道搶很大一塊這樣子下來 他就嚇了一跳 然後我們就趕快警察就趕快也過來了 然後也通知見晚處 現在這個車子就是見晚處 就是去掉 然後要準備把一些比較危險的磁磚 準備把它拿下來 這棟大樓至少40年了 一樓賣食品茶葉 二三樓是酒店 四樓以上是住商混合 平常相當熱鬧 好在案發當下沒有人經過 否則零星石塊從高處墜落 無論是砸到人還是車 後果恐怕都不堪設想 TVB宣傳陳文宏 李傑台北相報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